关心社会弱势福田慈善协会7号上午捐赠了新台币3万元 指定给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希望能够透过担任基金会董事长一职的花莲市长魏嘉贤 将这一笔善款用在帮助弱势学童 7号上午福田慈善协会会长吴清彪 在副会长王清源和协会成员游盛杰 陈鸿胜的陪同之下来到花莲市公所 拜会的市长魏嘉贤 也捐赠了新台币3万块钱 要给爱花莲爱新文化艺术基金会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弱势学童 因为这一次疫情 台湾的疫情还算有点严重 这段时间因为学生都没有上课 所以可能报上来的要捐助的个案比较少一点 我们也看到花莲市公所 我们魏市长他成立了这个爱花莲的基金会 他的宗旨跟我们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特别跟会里面商量 就是说我们来拨一点钱 来这个我们Owen我们这个市长 因为市长真的做得非常好 对我们希望在同样的理念之下 都可以做到同样的一个爱心 市长魏嘉贤以基金会董事长名义 向吴清彪等人表达感谢 也是真的感谢状 那我们特别感谢福田过去对于我们花莲市的一些孩子的一个协助跟关心 那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真的很多孩子因为家庭 因为这样疫情的关系造成了一些收入的短少 那过去福田在做的宗旨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继续升学继续读书 那未来我们在基金会收到这批善款之后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指定用途 针对花莲市的孩子有需要的 有紧急需求的 我们都马上会来跟福田一样来伸出相关的援手 那我们未来会持续的会跟福田慈善会 继续来做这样子一个合作 那我们也谢谢这些民间的友人 这样子无私的付出 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教育环境 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资源 继续的来学习 让学习不中断 福田慈善协会成立两年 目前有32位的会员都是来自地方企业界的善信人士 而对于这笔善款市长温家贤表示会专款专用 要帮助更多弱势学童取得良好的学习资源 据徐利群华联市报道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